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家观山 携手多位艺术家 先请打造音乐剧《飞天》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丝绸之路》上 绵延数千年的东方故事 2018年11月25日 蝶梦十年《飞天虫剧》 音乐剧《飞天小型音乐会》 在深圳万象天地剧场上演 剧组主创团队 制作人李顿 作曲《三宝》 编剧兼作词 观山 再度携手 发布共同创作的音乐剧 新作《飞天》 这也是三位作者自叠之后 再次推出的一部音乐大剧 Hun Chirin 《飞天骋猬的二疙披卷》 菜 año!!!!! 已经密密麻麻 早就写不下了 故事越来越沉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押出了无数道深圳的彻折 我终于懂得 我终于懂得 腹中远行的骆驼 为什么总是沉默 七天一千三百公里 我看了所有的东窟 走到释迦摩尼那个洞窟里边 我就莫名其妙地 眼泪不停地往出涌 我说你们出去我待会儿 这一会儿就是四个半小时 然后我梦见了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 古中国 四大文明 在都房最辉煌的时候 达到了一次 人类四大文明的共和 那是什么 才能使四大文明共和呢 Love Love就是飞天 在敦煌千年壁画的震撼与感动下 李顿决定 将这个一带一路上 最璀璨的艺术明珠 用他最钟爱的音乐剧来展现 为此 他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创作团队 里面有他的老搭档三宝 观山 还有服装设计师郭培等人 两年多来 他们一次次奔赴敦煌实体裁缝 在千年壁画中 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寻求最契合飞天精神的艺术标单 用敦煌这样的一个误号 然后以他作为背景 去讲一些人的这个苦难 和最后去摆脱苦难 去寻求这种大爱 这样的一个大的瞬间 寻坊就是一个中西方 交汇点的一个地方 我的音乐 它是一种融合的风作 我想要把他们 扬碎在尺尖 彼此更也变回 让那沉扎反腾在咽喉 我想要把他们 沉刺在胸口 这村皮肤却很快 降到了老居的时候 我想要把他们掀探在天空 我想要把他们掀探在天空 但一阵风吹覆就瞬间无影踪 我想要把他们掀探在河流 但一股浪回旋就化为了游流 我想要把他们掀探在河流 我想要把他们掀探在河流 我想要把他们掀探在翱翅的翅膀 但却鸟总有栖息的枝头 我想把他们交给无垠的宇宙 但星辰飞鸟从来不停留 生活地方能够承担这些痛楚 在苍茫的四周 只能见得迷雾 这是一条没有方向的道路 这是一程无法落脚的防处 人世间何以有如此无尽的苦 该给他们找个怎样的安身之处 人世间何以有如此无尽的苦 该给他们找个怎样的安身之处 该给他们找个怎样的安身之处 敦煌文化集成了中华 印度 波斯等世界古代文明 它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天才智慧的结晶 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 如何将这个中华文明最优秀宝藏 用最符合音乐剧的故事载体呈现出来 这对于编剧《观山》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个系的状况和以往我们做的很多东西不大一样 它的难点非常高 我这次我特别主动地想向大家求助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 你第一次那个版本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多 太多 要说的东西太多 繁杂 或者我们在简化 对 或者我们在简化 我们有什么要件是不要的 我同意 我同意 创作就是这样的 它可能会经历过无数次 否定自己 推翻自己 然后再重新长出新的生机的可能性 好在我们都乐观地认为 我们李成功又走进了一步 从这次音乐会上 飞天精彩选端的上演 可以看出《观山找到了》 讲述这个后主故事的最佳方式 故事通过主人公锦纳罗 在探寻存在意义的路上 其间所历经的坎坷 坚持和矛盾 体现尘世间的悲悯大爱 记着 咱从是你的旅伴 最知道人世间的辛苦悲欢 千里之行 终有一别 天上人间 各自珍重 愿你们能常常记得 锦纳罗和钱大伯借的冤家 飞天 现在 咱们要回到洞窟的墙壁上 回到另一个世界 你要相信我终将会 活在另一个世界 所以 并没有谁是真的 要对你说再见 我再见 那就根本用不着伤感 索性也不必遗憾 或许只有告别 才能教你懂得如何思念 你会发现我们总是 活在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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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更不用感叹 毕竟只有离去 才能让你学会怎么想念 一切是 音乐剧选断 《安身之处》和《飞天》 让观众走进了《飞天》的故事之中 仿佛让人身在千年思路 眼前黄沙漫卷 色彩斑斓的敦煌莫高枯 《飞天》的那个和尚 真的是让我泪流满面了 它用了世界音乐的 这种音乐形式来表达 这三宝也把东西方音乐 来融合了 实际上我们中国 一直想要走出去 把中国话走出去 但是你什么也不改变 你走不了多远 那你改变就是要完成 中西方文化的转换 你才有能力站在世界中心 讲故事 我满满的烟似银河道轩 星星点点 入花雨飞散 你可情愿 让我带你飞 带你回旋 飞往云端 匀 愁端 超越大掩 满的烟似银河道轩 心心点点 无花雨飞散 你可情愿 让我带你飞 带你回旋 飞往云端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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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离世间重重苦难 飞 飞 飞天 飞天 飞离世间重重疾绊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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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月桑桑满满千年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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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向那遥远的彼岸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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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离世间重重苦难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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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离世间重重疾绊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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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月桑桑满满千年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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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向那遥远的彼岸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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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月桑桑满满千年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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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飞天 飞向那遥远的彼岸 飞向那遥远的彼岸 飞 飞天 飞天 作曲家三宝 剧作家观山 携手多位艺术家 亲情打造音乐剧《飞天》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 《丝绸之路》上 绵延数千年的 东方故事 李顿 中国著名音乐剧制作人 最初与音乐剧结缘 源自1988年 他在英国学习舞蹈期间 第一次看到音乐剧 便一发不可收 三十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 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 推动中国音乐剧走向世界 1997年 李顿与作曲家三宝合作的 中国原创音乐剧《白蛇传》 至今依然被看作 中国第一部 成功改编民间故事 成音乐剧的典范 2007年 他与作曲家三宝 剧作家关山联手 推出了音乐剧《碟》 改编自中国经典剧目 梁山博与朱英台的《碟》 他以一个新的故事 和新的方式 讲述了爱情这个更苦不变的话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顿与朱英台的《碟》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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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口 妈妈说 她会在下一个路口 等着我 等我和她一起走 谁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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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蝶以中国本土音乐风格为基调 在编排和舞美等方面 吸收西方音乐剧的精华 鲜明的人物特色 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使整部音乐剧 实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与国际性时代感的完美融合 蝶梦十年 飞天重聚小型音乐会 为观众带来副牌版的音乐剧 蝶的经典唱段 爱 爱 该是多温柔的词 爱 代表最美好的事 我听别人说 爱像个孩子 我听别人说 我听别人说 爱像个物诗 爱像个物诗 他会让人失去控制 爱不是真的 我对谁诉说 此时此刻他已让我犯了错 我找了梦 我闯了花 爱战着热血 血冰凉如前 爱的道真如此锋离死闯 让我被我拥抱 将我自恋 爱这般痛楚 血深藏喜悦 爱的身体在这一瞬突然化成天 让我回飞 爱的身体在这一瞬突然化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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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世家的他 创作了大量广为传唱的影视歌曲 《如今粉世家》 《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的父亲母亲》 《不见不散》等多部电影 电视剧的主题曲 均出自三宝之手 《不见不散》 从1997年 三宝与李顿第一次合作了音乐剧《白蛇传》后 开始致力于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 他与剧作家关山合作了音乐剧《金沙》 《蝶》 《三毛流浪记》 《刚的琴》 《王二的长征》等 其中的原创剧《蝶》 更是被誉为中国音乐剧发展的里程碑 和中国音乐剧开始飞翔的起点 他的成功也成就了一个组合 中国音乐剧界的铁三角 李顿 三宝与关山 他们三人创造了中国音乐剧历史上 一次又一次的奇迹 一趟无聊的地步 每个角落都有你就铁肠 打帕瓦 坏落冰庄 我谁终站在你身旁 好 小乔 快来呀 小乔 快到妈妈这儿来 我来啦 小乔 快到妈妈这儿来 是小乔乔的心愿 是知道的吗 是不晚的梦幻 不为这一桩 是小乔乔的 好吗 暗天空白天 我回梦白来 成功在你前 做最好的自己 I'm here for my dream 不为梦而来 成功在你前 做最好的自己 I'm here for my dream 不为梦而来 成功在你前 做最好的自己 十二年前 破茧成蝶 十二年后 飞天重聚现场 演员们再次唱响 音乐剧蝶的主题曲 我相信 于是我坚持 当熟悉的旋律 回荡在全场 所有的音乐剧人 无不感慨 十多年前的艰辛 十多年里的聚散离合 十几年来 他们见证了 中国原创音乐剧 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丰富的 发展历程 他们用青春 书写了中国原创音乐剧 事业的辉煌成就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是一种悲伤的方式 无常浪漫的情绪 我让爱 于是我坚持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爱是我斗争的方式 不给任何人解释 不给任何人解释 我相信 于是我坚持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爱是一种悲伤的方式 爱是一种悲伤的方式 不常浪漫的情绪 我让爱 于是我坚持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爱是一种悲伤的方式 不给任何人解释 我相信 我相信 于是我坚持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爱是一种悲伤的方式 不给任何人解释 不常浪漫的情绪 不常浪漫的情绪 我让爱于心 不坚持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爱是一种悲伤的方式 不给任何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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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你是我坚持 不相信 你是我坚持 你是我坚持 坚持 坚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